以传播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 华音网站 下面出场的是其他类二号选手 申婷 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了解一下这位参赛选手 七号参赛选手 申婷 女 二十四岁 中央音乐学院选送 她说半决赛时的激动和兴奋 冲淡了紧张的心情 大家汇聚到了一起 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 决赛将是她人生涂显的一抹绚烂的色彩 申婷 演奏的乐器是中软 她的参赛曲目是 云南回忆第一乐章 限时四分钟 请选手做准备 准备好请示意 好 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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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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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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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电影当中的主演 还有一位主演就是刚才那个可爱的 就是他 这个小宝贝 这个演员当时只有七个月大 他叫Masio 是一个混血男孩 据说成龙和古天乐 当时见了一千多个婴儿 来找这个角色 后来呢是在地铁里不经意间 发现了这个小宝贝 这小宝贝也凭借着这个电影 赢得了很多影迷的喜欢 好 画面播送完毕 来 请申婷做准备 大家可以看到申婷拿的这个乐器啊 是软 软的分大软 中软 小软 还有高音软 软的这个乐器的名字由来也很有特点 据说是竹林七弦当中有一位叫软弦的人 很擅长于演奏这个乐器 所以这个乐器就起名叫软 准备好了是吗 来 请开始 请准备大方 请准备大方 谢谢 宝贝计划这部电影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其他的故事就是 本来是投宝贝的计划 结果变成了爱宝贝的行动 这个 这部影片它的基调 就是非常幽默 非常轻松 但是呢还有那么点温情 他讲这三个盗贼 本来受黑帮老大的委托去投这个小宝贝 结果没想到投来之后 这个小宝贝太可爱了 他们在养他的过程中 跟他产生了感情 所以不但非常喜欢他 而且三个盗贼啊 心灵都受到了良心得到了发现 就重新发现 得到了这个 有改正的机会吧 有改正的这种决心了 你抽到这段视频啊 应该说基本表现还是不错的 你用了一种比较 挥斜幽默的这种氛围 一种轻松的这种节奏 然后还有点这种 宪语曲的旋律 是的 很好 表现得不错 祝贺你 好 谢谢彭吉祥评委 接下来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来看这位选手的得分 欢迎大家回到总决赛的直播现场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 其他类二号选手 申庭的得分 作品演奏得分 98分 即兴英佩华得分 0.8分 最终得分 98.8分 欢迎登陆华语网站 对本次CCTV民族七月电视大赛 进行点评与互动